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教学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就真的99%就是用这三个工具 新制度、暗头褥、双方式目标 这些几乎都万用 而且你有电脑、没电脑都可以操作 一张纸就可以操作 也不用便利贴,浪费很多钱 不用贴贴那个便利贴 Gembo也是新制度的变形概念 其实都是跟新制度原理相关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棒的工具 重点是它很简单 又非常的万用,电话多关 所以我会鼓励各位老师 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域 自然、数学、国语、什么都好 学习要创刻的话 就是让他想办法让他可以动手做 去参与那个学习的历程 那不管在哪一种学理 哪一种理论上都是最棒的 然后因为虚拟 就是那个抽象的概念 你用创刻的话它会具体化 具体化看得到梦里到东西就好学 就像那个领钉一样 然后呢,教育后色化 就是你在教学生的时候 事实上要把那个后色认知给讲出来 要让他产生自己的智慧 要让他自己能够监控自己的学习 监控这件事有时候不好带 但是有一个方法很好带 各位看过没有? 那个电影 古一法师在那个超人系列 那个时间 帅的那个穿披风 齐一博士 齐一博士 齐一博士刚开始 还没变齐一博士的时候 不是去找古一法师教他吗? 那古一法师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那个齐一大师整个灵魂就跑出身体 然后就看到他自己在做什么事 可以古一大师对话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后色认知 就是那个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 就是我们一般本我就是你自己的生物需求 我饿了要吃 我看到女生我就很喜欢 这些就是生物需求 然后自我就是 用脑袋思考的那一个我 就是你会判断利益得失 你遇到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脑袋会判断利益得失 这个叫本我 所以这边有前撞我就来这里上课 这个叫本我 叫自我 然后再上一个阶 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边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赚钱而生活 在上一个阶段是叫超我 那超我的思考是 你要退出是你的角度 退出来 然后你可以用上帝的眼光去看 看你自己在做什么 或者是说 你就用那个事不关己的态度 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你用这个角度去看 那刚刚那个电影的例子 就是你在 比如说你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偶尔脑袋要跳出来 想一下自己在做的这些事 我是经历了怎样的学习的步骤 你就可以把那个步骤给拆出来 把那个重点挑出来 这个是要训练的 那你能够挑出来 那你能够挑出来 就是你的抽象画能力有到那边 你就可以 就可以把那个后色画给拆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小朋友 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各位上课一边上课一边拍照 尤其是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所以你就一边上课一边拍照片 然后你上完这一门课的时候 你就拿照片跟学生分享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不是做了一个什么游戏 然后让你们发现说 学习其实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阶段 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有跟你讲 那个整个方法是什么 你跟学生看那些照片 让他回想这整个过程 然后你把从中间的重点再体验出来一次 然后学生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 原来这个整个学习啊 那个 那个 有没有意义是很重要的 我有没有兴趣很重要 所以我以后在学事情的时候 我先去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其实是找到它的意义 好 然后我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方法 他会知道说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什么 这什么东西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体验出来 这样才会长智慧 这样才会长智慧 因为知识的学习 说现在有网络 有Google 其实如果老师们都只教课本里面的东西 很快就会被淘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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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